哈喽,大家好,我是鸿鸿鸿,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这里继续来看一看植物未保僵尸 这是来到了第十期了 之后咱们来到了池塘大战 然后选择了一样是这几个道具 荷叶,土豆,然后两个雷,一个flower 剩下的就是减速,输出和秒杀 那这样的齐了 好,咱们开始 这个池塘的话就是中间多了几个荷叶 然后这个玩意儿一旦荷叶被怪吃了 还在往上捕荷叶,比前面的话就费劲在这了 好,那这个位置先摆三个虾尔葵 然后这里找一个小土豆 先给底下大傻子吃了 给顶上大傻子吃了 然后最底下我来个大瓜 还走呢,哥们儿,你给我回来 直接一口给它叼嘴里 先吃一口玩 好,然后咱们来看,这个位置是准备接着起下一个设备的 现在是256行有怪 然后6行已经要起我脸上了 我这里再放一个腐拉窝 好,然后咱们又有钱了,慢慢看 这里我选择在最后一行补一个减速 因为最底下这行是最初级的小僵尸 这个减速在两格的距离肯定是够杀他了 之后我在二行跟五行之间选择一下 在五行扔了一个土豆,挡了一波 然后在二行就给了一个减速 这样的话现在全场就算是控制了 控制之后咱们继续补现实回 补一个生产的啥的 之后我等就怪死了 再放这个啥,放花 我得把铁桶都咬着 咬别人没用 铁桶你过来 吃,搞定 正好吃到了我想要的 然后最底下打不死了 这里咱上个土豆来给拽过来 然后大爷来了 再来一个炸弹 好吧,大爷炸弹好像搞不定 咱们还是上了一个秒杀 上了一个食人花 之后第二行也是刚好是最后时刻 击杀掉了小丧尸 之后这里我在中间上了一个250的豌豆射手 这样的话,S弹成型 然后给一行的位置来一个跟土豆 之后我看三行可能费劲了 上好大花消化完毕了 它这里比较有意思 大花在消化完毕以后 它会把丧尸吐出去 剩余的骨头吐出去 然后当成紫蛋 我们来看 你看看六行这个看半仗 当成子弹直接打出去 然后这里咱们继续再补一补这个 先回 补补阳光 然后你给我过来 你也过来了 摇他大花 这个面子 二行这个大爷了 二爷来了 看报纸僵尸 干什么用啊 都买给 报纸一扔没有用 三二一准备张嘴大花 起嘴 走 好丁 之后在三行这里继续补书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啥 这个这个这个啥这个 呃阳光基本是够用了 因为呢 我已经造了这个60个向上铁了 然后呢 咱们再往中间补合液 之后呢 再补一个向上铁 之后咱们来看 第四行 这位真的被减速了 我在第四行再补个减速啊 因为呢 他这个减速呢 是虽然说呢 隔行控制 但是呢 他比如说第五行没怪了 这第四行也控不了 所以说呢 还是美方有一个比较得劲 好 这样的话呢 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 啊 暂时的阳光是不太绝了 我呢 继续不减速 然后补合液 不像是亏 大爷来了 给他两个这个 哎呀 这个大爷 你看大爷吃吃 他能偷过来 这个晚上是很赖的 这个晚上只能用赖来写 因为他体都全体挡不住 我们来看第三行 有传送赖了 我这里呢 准备给一个这个大花一换一 放个荷叶 然后呢 上大花 我得跟他一换一啊 这里没换 我上了炸弹也行 顺带上一炸点的这个 大咋懒了 好吧 炸弹没用上啊 这罐呢 直接被打死了 然后呢 上面的那个土豆呢 还能扛一阵 最后呢 第五行来了一个大爷 咱们呢 接着用这个土豆 请他吃 扛一会儿 然后呢 这个呢 上面那个大爷 已经被这个 彻底击毙了 底上那个 该说不说 这个 就一个 那啥 输出有点不够 所以说呢 补了个大花 补了一个 2-5的一个射手 最后呢 在第四行 补了一个这个炸弹 也把这个大奶油炸掉 然后第五行危险了 我们来看 我用一个土豆 来给他钻过去 然后这行感觉 有危险了 我得铲一个 直接 哎呦 哎哎哎 别吃了 这亏了 然后呢 这里呢 再把这个项目 铲一铲 这个位置呢 在阳光浮够以后 把这个 中间这排啊 因为这个S弹的覆盖面积呢 在三四排 扔的话呢 是最合适的 可以通全场 这个级面也不太乐观 被这个铁桶和那个大爷 一顿吃 但是我的土豆雷又好了 咱们别着急 土豆雷 我炸一波 我回来 哎呦 没吸回来 坏了坏了坏了 咱把这个线上回厂了 再上个辣花 给我停下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第四行 算是看看手术了 还有一只辣花 起 好对 之后呢 咱们继续 再底一只行 再补线上回 这个线上回的话呢 为什么往前补呢 他也能当成这个土豆屎 因为这个土豆的CD不太够 然后呢 这里第四行被突破了 我补一个大花 我这里呢 就是大花 来这个保护 这个斑斗射手 下一回就不用保护了 哎呦 这个第五行危险了 我没看 第五行这里 有直接上个炸弹 太行 这个炸弹呢 是把这个第五行的怪炸掉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咱们上一个土豆 在第五行保护上 可以看到呢 目前为止啊 土豆的CD不太够用 土豆的CD的话呢 保护不上一只 CD太久 之后呢 现在的钱也有点不太够用了 因为呢 我铲了好几个这个 像是鬼 我来 现在来看 二行现在是这个 又在危机 我大花吃一个 但是这个店都处理不了了 而且这里有一个炸弹的 我这里先给他一炸 没炸死 哎 出事了 我们来看 这里产大花 三大花 还行 所以我呢 可以看到呢 底下这个窗透了 然后呢 第四行啊 现在呢 有个传送弹 然后第五行 二爷来了 我这个大花能不能吐出来啊 被吃了 哎 吐一下 哎呦 出事了 那这里我可能这个第四行要弃了 你看到第四行有传送弹啊 咱们呢 现在果断弃啊 第四行不要了 再见了 第四行 因为第四行呢 这个怪太厉害了 而且第四行呢 你如果带上植物组啊 那个炸弹 如果这个 缓扬了啊 他会那个啥 他会把这个 第五行的炸弹缓扬了 他会把这个 我的其他行的植物都拿掉 所以说呢 我直接就弃了 然后呢 咱们的其他的行 应该是比较稳固了 这样呢 再用最后的钱 比个大花 拿下这个打两球 搞定 球关结束 获得了一个325的植物啊 咱们来看看这这打的 我倒是剪的 我碎着了 看起来 看这叫啥 这行是三发射手 这行你可以看啊 不是这行 这一关啊 来这个敌方的这个爆破手了 趁开跳大玉米 非常的厉害 然后只能说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 咱们来看这关啊 就这两关 我死了很多次啊 这两关难度非常的大 这两关 你可能看着我过了的这次 可能比较简单 实际上呢 你去玩一下 你就知道了 他这个原位号板 该说不说还挺有难度的 稍不注意可能就灭了 OK 咱们来看呢 这个3-4关啊 另外呢 就好多人好奇 为什么没有2-5关啊 因为2-5关呢 是原版的那个 跟原版的一样 就是用一个鼠标 给你个锤子 让你敲僵尸 那个就是这个版本的 这个2-5关啊 你只要是个地球人 他就过不去 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说呢 我直接就气了 跳过了2-5关 直接打2-6 好 这关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出门呢 我先给这个 1行啊 直接呢 打了一个这个土豆味道 然后呢 我在5行 非常巧妙的 用了一个减速1-2 这样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减速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了 看见了吧 最后呢 这里有带上一个水草 哎呦 这个水草很牛逼 咱们来看啊 这个第二行 这个撑二跳的一个大炸弹 我这里呢 我这里呢 是等他过来 我先炸他 3-2-1 炸啊 这里不给他撑二跳的机会 因为他炸我一下子 我的这些辛辛苦苦 这个 再见的这个向日回 就全跪了 之后呢 这一关呢 我没有上这个大花 是因为呢 这个大花 对于撑二跳呢 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 这个撑二跳呢 直接越过大花 吃不着 然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是获得的一个新的325个万个色条 这个呢 也是S弹 但是这个S弹 跟那个不一样啊 他这个扩散的这个范围更大 就是说呢 他这个S弹呢 就站到 这个 最左边 越往左 他越厉害 最后呢 这里二行被突破了 咱们来看 二行这里怎么办 只能够吐头雷了 现在能有别的不就办法 但是还没死 哎 宝贝 该让你过来抢杆了 死了吧 直接给碾死了 然后这里注意看 这个 三行 有一个这个 潜水鬼 然后呢 六行这里出现了 这个抢杆跳 但是抢杆跳跳跳不过水草 这里我不知道为啥 他这个抢杆跳 是不能跳过水草的 水草可以玩过抢杆跳 这也是呢 我用那个水草 代替这个 前面的那个 十人花的一大原因 这里呢 注意啊 第四行 二爷启动了 二爷启动了 一二三 炸 直接死 因为这个家伙体力不非常高啊 一只半身打不死 然后呢 咱们来看六行 看他找这里 天空拉开走 这个水草是非常的利用 我不知道 原版的水草什么样啊 但是这版本的水草 确实 太利用了 他呢 能秒杀 哎呦 哥们 这个这个炸弹 他应该是过不来 这个的话呢 这个可以呢啥 可以呢 直接秒杀三次怪 然后水草就消失了 太划算了 只有75块钱 CD呢 也不长 之后呢 这里呢 这个报纸愣了 一速变快 狂暴 咱们直接用这个土豆挡住他 然后吃 吃饱了就完事 你只要不饿 对吧 我这边 无所谓 这个二爷要死了 可以看到 二爷这个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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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雷 二爷这个战斗力 不一般啊 你可以看是吧 把一个土豆咬完了 他都没打地儿 然后呢 这里呢 因为这个好的输出位置呢 都留给了那个 三发射手了 之后呢 我把这个 向日葵呢 尽量往这个 下边一台造的刀 因为那个三发射手 很明显 你造的最上后的 最下是吃亏的 只有在这个 2345排 是这个能最大化的 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这里这么高 这里呢 是为什么把这个 这个啥 这个土豆 扔到最前面 就在这儿了 一旦出现这个 撑烟跳的炸弹 它炸不着我的东西 这就是这个 流到这里的大原因 然后呢 这里继续啊 再用这个 325的豌豆 打一打舒服 这里可以看到呢 我的舒服 基本上有点小成型了 不过呢 不是太猛了 别着急 哎 哎 这个炸弹 看板着 第六排的炸弹 也没有随讨 在去了 这里呢 就是有水桃就补 这里呢 给二爷补个水桃啊 这个扯不起了 你给我下来吧 你太厉害了 然后呢 这里呢 在这个第六行的 这个法头 又补了一个这个 土豆 哎 第一排那个 啊 还挺死的 第一排那个的 有点可怕啊 第一排的那个 差点给我突破了 这里呢 直接来 炸掉啊 不能让他这个 把我325的那个吃了 325的一个的话呢 摆上之后啊 尽量保护一下啊 因为那个的话呢 CD9钱也贵 所以说呢 尽量不要让那个僵尸吃它 吃点什么 小土豆了 吃点香蕉了 我都不信心啊 吃那个东西 我实在是无量 这位置呢 在四行 补一个水草 保护保护 后边的这个325 然后呢 这个 白毛二爷来了 白毛二爷的话呢 这个防律力是更猛一点 咱们来看看 这个白毛二爷 直接冲过来了 没事 再用水草 你冲啊 你看 你看这白毛二爷 看你打能力 你给我停下 好 直接接坐 第六行的二爷也拿下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水草 是至关重要 这水草太累了 OK 之后呢 撑开车 现在就不做一句了 因为呢 我已经有这个 十来个这个三发射手了 啊 现在呢 基本上是 稳如泰山的阵型 但是呢 也不要大意 咱们继续补消息 好 然后呢 继续补325 补水草 那水草有CD 我就往上放 而且呢 水草尽量 先放一放 给一个缓冲空间 这里呢 再补一个 325 这样呢 我们输出拉马 然后这里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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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炸弹 别让它跳出来 像这样跳不了 对面这个东西 只要一跳出来 那毁灭性太大了 靠前面的设计 太恐怖了 然后呢 这个创伤袋来了 这个创伤袋非常低 创伤袋的话呢 可以直接越过我的土豆 这里呢 这个二行现在有点危机 我们看二行二爷 二行二爷开始这个狂暴狠了 然后呢 六行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玉米没爆出来 二行二爷冲锋了 好 死了 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这里呢 我在二行呢 再补一个 我其实应该有钱补一个 让这个花直接把伤伤袋拿下去 这里错了 然后呢 这位置呢 二行给一个补账 完了 六行这里 哎呦 六行这CP的没搞 六行 刚才人来了 最后呢 这个这个 哎呦 听看这个这个水槽啊 非常有点 这里呢 炸一波啊 把这个传送袋扎掉 好 快速的拿下 第一帮就有威胁的兵种啊 这就是这个版本呢 这个 一大正确的领域 OK 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不缺什么输出了 我再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阵性 往前这个 卯一卯 然后呢 钱呢 就留着这个什么炸弹啥的朋友就完事了 这里呢 再看到呢 我是在这个第一行 就往这耗了一下这个大爷 就给你机会杀我的班冻 最好 我杀汉冰 寒冰射手 保护一下寒冰射手啊 给寒冰射手先把水槽 然后呢 武行这里二爷要突破了 给一个土豆扛一扛 让这个他吃的期间啊 把这二爷拿下 好 这个位置呢 要来这个第四阶段了吧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上一进场 他这个翼冠时间很长啊 烧不住一云灭了 OK 咱们这里呢 继续来干 上一个减速 这样呢 每行都有减速了 每行都有减速就好玩了 好把这个地方的这个恐怖分子炸弹僵尸全部打下 最后这个火力确实是宝啊 这个火力一般人是扔过我们 太心惨了 这位置呢 土豆来准备炸这个啥 炸这个武行 哎哎哎哎 完了 看这炸弹了 过来三万兆 直接把我屏幕上多少次都打没了 打没我一万 哎 哎 别跳 别跳 兄弟 别跳 爷们 打有我不要跳 坏了 出大事了 这位置呢 最后一波了 我来看一下 土豆来的耗一波 然后我们这里补个三万兆手 然后冰上弹 完了 十行是离头了 这就是自己没拿好 应该提前把传送弹的将士炸去 看见了吧 这个自己打的不好 最后一行呢 补一个这个水草 我先拿下了 虽然说呢 打的还是不好 但是呢 这关呢 算是磕磕磕磕的过 那么好吧 我是本期介绍永恒 喜欢记得点赞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